记者陈恩惠台北报道 台北市陈小姐养了知雄壮威武 霸气十足的松狮犬胖胖 却在午后溜他时意外走时 急得一边找一边上脸书寻求同号协助 殊不知台北市警大同分居民生西路派出所警员 李昌哲也是网友 下午与同仁邓志临巡逻时意外在侠内经见胖胖 当下抓了他就要回警所 据料蝉狗中右手臂遭药伤 李猿尽管负伤人使出柔道拼近 将胖胖带回 当狗主人前来领回时 对于李猿感到万分抱歉 胖胖则对着男主人又叫又跳 显得相当快乐 民生所说 家住北市中山区长春路附近的陈小姐 本月23日下午一时将家中养的松狮犬胖胖松绑 让他自行外出溜溜 依照平常的习惯 胖胖一定会自行返家 不过陈小姐左等右等都不见胖胖踪影 立刻外出寻找未获 下午三十三十分紧急的在脸书松狮大联盟帖文写寻 有好心网友回报 下午三十在离家二公里外的北市大同区太原路上的日新国小见过 民生所表示 警员李昌哲 邓指令都喜欢动物原本就是脸书社团松狮大联盟的团友 当日下午四十三十分得知社团中急寻胖胖的消息时 正巧行星北市重庆北路与龟催街口 发现走在马路中央看似无助的奶油色犬 似乎就是陈小姐在公开社团撇文斜巡的胖胖 立刻上前确认 由于胖胖的体型庞大 完全抓不住 为了逮住他 李元右手臂不顺被咬伤 但李邓二元仍以徒步的方式 拿着雨伞将胖胖赶回三百公尺远的锦锁 关紧闭直到陈小姐的丈夫前来领回